2021年5月14日,向导集体,哪一条才是你前进的道路?传导Caroline O'Shea and Ryan 你们好,朋友们,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与你们交谈 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位读者的问题 作为此生的光之工作者,我们已经承担了帮助地球提升到更高振动的巨大挑战 以及为我们自己的扬生而工作 有时,当我们到达一个地方的旅程中,会在我们面前出现很多条道路 我们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 凭直觉,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和我们需要去哪里 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能到达那里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们更快地集中注意力 还是坐以待毙,让下一步自己显露出来呢? 集体,这是目前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很高兴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然,在你们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 关于走哪条道路不仅有着多种选择 而且也有多条道路呈现为时间线的会合或分歧 而新地球时间线出现,就人类意图和振动时相而言 挖解了许多旧的轨迹 因此,你们可能会觉得在同一时间内存在于几个地方或几个时间段 这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时可能会令人困惑 同样的,选择如何表达你们自己的内在成长以及你们自己的人生目标 会让你们感觉到一下子就向几个方向发展 首先,你们会在你们所关心的领域感到需要帮助 感觉被吸引去帮助 甚至有时被迫去帮助 另一方面,你们现在会越来越记得你们之所事 你们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的天赋 独特的属性、技能和兴趣 现在正在浮出水面 我们会说,当这些关于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出现时 请放松一下 现在不是怀疑或强调你们是否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 把你们的生命能量投入到哪里的时候 如果你们同时遇到三个新朋友 他们都是潜在的恋人 你们自然会花时间去了解每一个人 然后直觉地意识到其中哪一个会成为你们最好的伴侣和生活伴侣 你们会后退一步 让你们自己的更高良善的真相自然地发生在你们身上 在他们能够发展到他们可以自然地向你们展示自己之前 不要求回答 你们不会对任何一个新的情况施加压力 在你们和你们的朋友自然而然地来到你们的道路上之前 你们需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换句话说 你们只会在每种情况下寻求快乐和更高的良善 你们不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交给你们的逻辑思维 或者一个在情境之外制定的时间线 出于对浪费时间在错误的人身上的一种错误的恐惧 当这三个人都感觉到积极和快乐的存在时 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因为你们会直觉地知道所有与他人的联系都是学习的机会 而你们吸引到你们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那里 因为你们无意识地把他们吸引进来 要么是出于与他们预先安排好的灵魂契约 要么是因为你们的振动和他们的振动是极好的匹配 不管发生什么 关于你们自己的成长道路和生活工作 你们肯定会一步一步地被展示要到哪里去 如何到达那里 我们会说 释放你们坐着不动等待明确指示的想法 许多人会说 他们无法内在地听到灵性指引者和高我 因此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走哪条道路 甚至不知道要走什么大方向来展现他们的更高道路 然而这个指引并没有对你们隐藏他自己 这些洞见总是希望你们能看到他们 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体验实现他们的快乐 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候 简单地问问自己 现在你们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随住时间的推移 当你们向外在的迹象和暗示 以及内在的迹象和暗示敞开心扉时 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悄悄地意识到 其实你们觉得自己在打破家庭或文化 交给你们的规则 是的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 或者我确实喜欢教学 尽管我没有做很多 或者我经营自己的网上生意会感觉很好 这样我就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住在不同的地方 等等 朋友们 这些真知灼见并不是想瞒着你们的 他们在你们一天中的许多时刻 在你们的整个人生道路上寻找你们并等待你们的认可 不要仅仅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旅程的下一步 就觉得它不存在 有些时候 最高的指导和方向将只是安静一段时间 冥想那些和平和积极的东西 更多的休息 停止提问一段时间 而不是我渴望知道 现在什么对我的更高的道路和我的更高的良善是最好的 记住 最大的吸引力 在思想 人 机会和资源方面 你们想要拉近你们的生活 是你们自己的震动 很多时候你们甚至不知道你们所追求的更高的良善 因此当你们敞开心扉去接受和允许 以积极的方式留在当下 以一个知道他们每天都被神引导和保护的人的轻松和平静 即使在这样的时代 如此多的变化和不确定的感觉似乎在空气中流动 你们会知道你们可以信任保持忠心 停止问问题 保持冷静 并允许 让宇宙知道你们在你们生命和内在成长的所有层面都对更高的指导持开放态度 然后敞开心扉去接受 当你们回应内心的轻推和窃窃私语时 步入积极和快乐的状态 这些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和清晰 你们也会越来越积极地关注他们 如果你们不自觉地敞开大门 迈出下一步的话 问问题的时候就不是感到被抛弃的时候 而是要知道问题不会出现在那里 这只能是正面的 学习放松到什么是对你们更高的利益 是你们的道路的直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存在阻拦 只有前进 所以现在就允许吧 太棒了 朋友们 一切都很好 我们永远和你们同在